老奶奶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老奶奶 您看谁来了 蓝卓 这是谁呀 奶奶 您看您是认不出来 还是怎么着我 我扶您过去看一个 看清楚 亲家母 是我 这不是 整天挑拨着我儿子和我儿媳妇 打离婚的老太婆吗 凤云哪 你咋也老成这样了 你跟你妈是咋的了 你们不是发大财了吗 亲家母啊 先别说我们了 先说说您吧 这些年您过得好啊 我跟凤云哪 都想死你们了 啥 想死我了 想死我了 想死我了你咋不回来看看我呀 你说说 你出去多少年了 这些年 你们有信烧过来吗 你们连封信 你连个电话也没给我们接着啊 亲家母啊 说来话长呢 你可别叫我亲家母 我早就不是你的亲家母了 你整天挑拨着天师跟我儿媳妇离婚 好好好 回来看我老人家呀 我也不反对 我要热情地 招待你们 这个远方的客人 你来看看 这是我老人家的卧室 我们现在呀 车也有了 房子也有了 这面包啊 你们来呀 天天喝 亲家母啊 其实我们早就后悔了 你后悔了 那我再狠狠地 再让你后悔 我再让你悔一下 走走 我带你去看看 我们家那个厨房 走走走 我带你们去瞧瞧 去去 我带你们再看看 我家这大厨房 太老奶奶 来 吃点水果 先不忙吃水果的 我带他们啊 先参观参观这大厨房 还有那个大阳台 那大阳台人 奶奶奶奶奶奶 您听我说啊 您先不着急喽 等妈跟姥姥在这儿住下了 您再带她慢慢参观 好吧 你说啥 说啥 让他们住这儿 那 我的孙子 你 你发烧了 奶奶 我没法好着呢 您先坐下 您 您听我跟您说啊 别说 你说啥呀 让他们 住在咱们这儿 那当年 我们蓝家那小院 分了一大半 分了一大半给了凤云呢 你们也有屋 你那屋和那小院呢 你凭啥要住在我们蓝家呀 你看上我们素素买的这个大房子了是吧 你想住这个高楼大房子了 你想住这个高楼大房子了 你当时为什么让天使 是 凤云离婚呢 你这个老大夫你太坏了 你非逼着凤云离婚 你知道天使 他得的是啥病吗 他得的是咬命的病啊 他把我们蓝家的那小院啊 都给了凤云和乘客了 他拖着一个病身子 他带着我们欠 believed 他的病哎 他带着我们欠然一个小房子 住 你住 父女哪 你走了 天使 她天天想着你 他一说起凤云里就眼泪汪汪的 林总的那天晚上了 他凤云凤云的叫了一宿 天师 对不起 我今天才知道 你跟我离婚 是因为你得了重病 不然我跟你已经受苦受了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妈 奶奶 奶奶就是心里有点怨气 说了些气话 奶奶不是真的生您的气 因为爸爸走的时候跟我们说过 叫我们谁都不能愿意 爸爸知道您对他的好 他一把走的时候确实是 叫了您的名字 亲家母啊 我跟凤云哪 早就知道错了 就这些年哪 我没有一天不想天师 没有一天不想你们哪 今天要不是凤云在街上 碰到兰卓 兰卓把我们拉到这儿来 我们就是摇碎了牙 我们也不敢等你老人家的门啊 妈 我在这儿 我给你磕头了 妈 对不起了 妈 牛儿媳妇 对不起你 让你生气了 真的对不起 天师 天师原谅我 我对不起 我一定会好好陪你 等我死 我让蓝柱把咱俩埋在一起 我永远陪着你 原谅我 天师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原谅 妈 妈你快起来 快起来快起来 不说道歉的话啊 不说道歉的话 这都过去了 全都过去了 我爸要知道 我把你们给找回来 他得多高兴啊 你要真觉得对不起他 那从今晚会在家住下来 你就好好陪着我爸 没事都跟他说实话聊聊天 比什么都强 别哭了 别哭了 我知道 蓝柱 我知道 我一定好好陪你爸 我要跟他聊天 我要他听歌 我 我天天陪着他 我一定会的 你放心吧 好 孙芸啊 你别这样 我夫妇只怪您吗 我 我没怪你 天师啊 她不让我们怪你 她也不让我们怨你 她让我们呢 心疼你 好 素素啊 我们来跟奶奶倒杯茶 好 让妈先一会儿坐着 坐着 然后咱们再 妹妹 妹妹 您看那个 今天跟他们出去散步呢 天都黑了 我陪您出去走走 素素去跟奶奶拿衣裳 快点 好 要您回来了 咱们散完不回来 您再听着吧 老婆和妈 跟您讲什么深圳的事 行不行 来 再来走 好 您穿上衣服 凉着了 好 走 来 我跟您 你去陪着妈和姥姥啊 你不说出来都都疯了吗 怎么带奶奶到这儿来了 我呢 我今天就是在这儿 把妈和姥姥接回家去的 我今天白天呢去郊区做个家访 走在这儿 走在路上 突然看见个摆地摊的 我一抬头原来是我妈 问了之后才知道 原来他们在深圳做小买卖 早就失败了 早就回到这儿来了 但就觉得 亏疚于我们蓝家 一直没跟我们联系 所以我要不今天碰着他 我可能永远不知道 他们早就回来了 完了我要了地址 上这儿来 就把他们接回家去了 好 奶奶是这样啊 我们家从前到现在 都是听您的 爸在的时候 爸不在的时候 都是您一句话 我知道我今天把他们俩接回家去呢 没经过您同意惹您生气了 您不高兴吧 这样 您就给我一句话 您要觉得这事我做错了 没关系 我回去把他们接走 找个别的地儿给他们住下 您就给我一句话 乱住了 起风了 去吧 去吧 素素啊 你看以前 我都不想让你来蓝家来住 现在想起来啊 这心里头真是挺愧疚的 奶奶 你别这么说 那个时候我小我不懂事 老惹你们生气 奶奶最疼我了 其实奶奶是好人 是太老了不好 当初啊 太老了 别说了 以前事情都过去了 以后呀 我们要快快乐乐 和和美美的过日子 我们都过来 来 再来 我儿子 要不要从来 我儿子 那里头也不早了 好 我跟凤云呢 也该走了 以后有空再来看您老人家 妈 我们先走吧 等等 素素 去拿瓶酒 三个酒杯都拿来 王奶奶 你让我拿这些干嘛呀 快去拿 快 奶奶 你走 你走 你回去 回去 你回去啊 回去 这 这仨酒中 怎么都摆在我这前头啊 做错了事 就得罚酒 喝呀 一杯一杯地喝 喝一钟 做一个自我批评 批评得要深刻 就要一口干了 只要我老人家觉得过了这个坎了 那以前的事啊 谁也不许再提了 我喝酒 我向你老人家呀 赔罪 我这第一杯酒啊 我先向你老人家呀 道个歉 当初啊 我不应该老跟你吵架 因为呢 你是一贯正确的 我呢 我是一贯错误的 你承认你是一贯错误的啦 承认 我承认 那行 那行 好 喝 太姥姥 你看你要喝这么多酒 那我去准备点下酒菜 素素这孩子呀 真是知道疼人 喝第二钟吧 这第二杯呀 这第二杯酒啊 我敬天时 天时啊 妈这辈子最对不住的人哪 就是我这好女婿 天时 这杯酒啊 妈敬礼 天时 这杯酒啊 妈敬礼 以后啊 我一定好好带你妈 好好带蓝卓和素素 你就放心吧 好 说得好 说得这都是套心窝子的话 行 这喝第三种吧 来 下酒菜 把筷子去 好 来 素素是个好孩子呀 一会儿吃 素素啊 这第三杯酒啊 这第三杯酒啊 太姥姥敬你 你那小小的孩啊 就把你送到镇上 那户姓王的人家去了 那不是爷爷奶奶奶的主意 那是太姥姥的主意 让你受了多少苦啊 太姥姥 你别这么说 你对我这么好 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您呢 以后呀 我要好好地孝敬您 行了 素素都原谅你了 你就啥也别说了 那就把那酒喝下去吧 坐吧 坐吧 都坐吧 坐下吧 坐下说 凤云啊 妈也连累了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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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人家 给你干一杯 来 干 干了 过去的事啊 谁也不许提了 咱们一家人哪 就好好 在素素的大房子里头 过日子吧 来 林初 林初 怎么 有份文件您看一下吧 嗯 回来再看吧 正好出去一趟 行了 有什么事打我电话 好嘞 嗯 现在孩子都七八个月了 你是不是应该出去找份工作呀 找工作 那 那孩子怎么办呀 你说找个保姆啊 也不行啊 这保姆照顾我不放心啊 那好歹也是教育厅余处长的儿子 要接受最好的教育 以后念门大学还要出国留学呢 对吧 来 你坐 坐坐 你看我给你个建议啊 看看能不能 我把孩子接回家 你什么意思呀 你要把儿子抱回去给你老婆养啊 别别别别 你想多了 我是这个意思 你看 刚才你说得特别对 他是我儿子 可是我不抱回家 他怎么是我儿子 他怎么接受最好的教育 再说了 他都七八个月大 再不抱回去的话 连户口都上不了 李大圣我告诉你 这件事你想都别想 我精灵十月怀胎受苦受难 好不容易才生下儿子 你现在想抱给你老婆养 没哪儿 我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要是敢这么想 我就抱着儿子 到你们教育厅去 我让你们听上来 出了几件事情 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怎么舍得你们娘俩呢 是吧 孩子过来就过来 乖 来 姥姥 奶奶我回来了 素素回来了 素素你回来了 饭晚上就好了 洗洗手吃饭了啊 好 等一下 你们先跟我过来 给你们看看好东西 来 给我看 我给你们买了新衣服 素素 素素 你看我们住在这儿 你每顿都买鱼买虾子 还花这么多钱 买衣服 我早就想给你们买了 只不过没时间吧 正好今天路过服装城 就给你们买了 还有我的 我要把你们打扮得漂亮亮亮的 有时间呢 带你们去弄弄头发 兴兴为了 素素素 素素 姥姥真的不知道说啥好了 我真想抱抱你 那我先抱抱太姥姥吧 老奶奶呢 她出去溜弯去了 你吓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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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那个 我这不我去局里办点事 然后直接就回来了呢 不是我我 我正好想跟你商量了 就是我爸知道有这么几个师 学儿童 然后呢我特别想去给他们捐点钱 你也知道我是基础教育副处长 我应该几个表率作业 捐钱是好事啊 你不是处长也可以捐钱的 我也这么想 可你说这捐多少合适呢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你定吧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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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我去干嘛 去 素素你看 阿姨给带了好多好吃的 怎么不让阿姨进去啊 素素啊 素素啊 谁来了 是我奶奶 是我 喂 你不是城户是吗 是姥姥和妈呀 这都多少年没见了 你们也回蓝家了 你说啥呀 我们也回蓝家了 那你这意思是她 是啊 我也回蓝家了 现在可好了 以后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啊 就和和睦睦地在一起 什么一大家子人哪 你在我们蓝家的家谱上可没有你啊 真好 陈可 你结婚了吗 结什么婚啊 我心里只有蓝卓 要结婚 也是跟蓝卓结婚啊 亲家母啊 这是咋回事啊 妈 妈 姥姥 奶奶 先慢慢吃啊 奶奶 我们出去聊聊 吃吃吃咱们吃咱们 干嘛出去啊 有话就这儿说吧 你看姥姥回来了 妈也回来了 姥姥跟妈都回来了 我也能回来 不是说一不如心人不如旧吗 我可是念旧的人 蓝卓 蓝卓 来 今儿当着奶奶 姥姥还有妈的面 我再给你道个歉 以后我一定好好照顾你 好好照顾咱们这大家子人 以后家里的饭我全包了 家里活也都归我 我还可以给你们当家庭医生呢 你不知道吧 我叔叔马上要结婚了啊 是呀是呀 我们大伙啊 都在给蓝卓操办婚事呢 蓝卓 这不是真的 你不是无情的人对不对 蓝卓去了 蓝卓 蓝卓 是呀 你快出去吧啊 你可别让蓝卓在外面等你了啊 快去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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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就是呀 蓝卓不是让你出去吗 走走走走 出去咱们 走快去 出去咱们 出去咱们出去咱们出去咱们 出去咱们出去咱们出去咱们 骗人 这么开开心心的真高兴 真高兴 那以后啊 咱们就天天让凤云高兴 凤云高兴了 天使就高兴了 你还没见过我扭阳哥吧 以后啊 我教你扭阳哥 好吧 我那样哥扭阳哥 都能扭出马虎呢 你看着啊 呛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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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呛 呛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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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已经无数次跟你说我错了 我错了 我曾经错了 你就是不肯原谅我是吗 不是我不肯原谅你 我也特别感谢你 感谢你在我身边的这段时间 给予我的照顾 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真的不会再怎么回头了 我们可以回头的 只要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我们是可以回到从前的 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失望了 我跟你说过 我们要好好珍惜你 珍惜这个家 我不可能再让我自己失去你了 我跟你说过了 我们可以回头从前 我们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是我们尝试过是吗 结果失败了 就证明我们两个人是不合适的 你为什么不去尝试找一个更好的人 一个比我更适合你的人生活在一起 你不可能了 你不知道 当初我给你离婚的时候就被人骗了 我那个时候想见我得不到你的爱情 我不如嫁一个有情有事的 至少我能得到我想要的生活 我能给娇娇一个好的未来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被骗了 我被他骗了 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能处 我能处 你就可怜可怜我 可怜可怜交情 让我们重新回到你身边吧 我要结婚了 不对的 你们都骗我 你跟苏苏 还有罗云记 你们全部都骗我 我知道 苏苏他不喜欢我 他不想让我跟你在一起 他以为我还是以前的乘客 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我已经改变好了 是 他没有骗你 我真的是要结婚了 我们两个后天就去登记 不可能 我会给你发喜听 如果你不愿意看看我们的婚礼 那么请你 祝福我的这段婚礼 我们还是朋友 好吗 送你回家 好吗 反正呢 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该讲的道理我也都讲了 你自己看吧 这里有十万块钱 是我给你的生活费 密码在里夹着呢 还有这个 这封信呢 你到教育大厦给王科长 他会给你安排工作的 我都跟他收好了 对了 我还在教育大厦给你安排了一个单件 钥子在这儿 你哭什么呀 你有什么话就说嘛 你给我钱 你一时就不要我了 你怎么可能呢 你想太多了 大叔 我不想离开你 我没让你离开我呀 咱俩满后一直在一起的 来 不过我先跟你说好啊 你可一定记住我跟你说的 我的底下 你千万 行了 我知道了 那我也有要求 说嘛 我得经常见到儿子 多经常啊 每天都见 这个到时候再说嘛 要是见不着儿子 我就把他抱回去 哎呀 你永远是孩子亲妈 但是你也得记住 你跟谁都不能说 你是孩子亲妈 要不你就把这孩子给毁了 你记住了 这才是你心里最重要的事情吧 快快把钱放进来 回去吧 你婚纱喜欢吗 嗯 我也觉得好看 重不重呀 不重 我觉得我那西装好像就是紧 我穿得太正式了 特别不喜欢 特别好看 我看啊 嗯 好看我就穿 你说这会儿我妈 奶奶姥姥她们在家干什么呢 看电视吧 不对 打游戏机 这她们哪会儿打游戏机啊 我觉得她们几个 现在肯定在试新衣服 为了准备参加咱俩的婚礼 要不咱俩打个赌 要是说是看见是我输了 我洗碗 要是她们俩 她们几个在试新衣服 你洗碗 平时能让我洗碗啊 我都还没过门 你就给我洗碗啊 那以后怎么办 你不是 你不是马上就过门了吗 你不是马上就过门了吗 咱俩现在跑回家去 看答案是什么 行不行 谁输了谁洗碗 就这么定了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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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珠 来来来来 快点啊 谁输了谁洗碗啊 说好了 谁输了谁洗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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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蓝珠你别怕了 别输了我 别输了我 我跑得动了 快点快点快点 快快快快 快快快 蓝珠 你别跑了 我真跑不动了 来来来 你坐会儿坐会儿 一看你平时就是缺乏锻炼 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呢 还喘得这么厉害 我觉得一点劲都没有 你没有不舒服吧 没事 可能是因为 这几天晚上休息得不太好 我之前就有点平息 那还是到医院去检查检查 不行的话住院调养几天 我陪你去 你去什么医院呀 那咱俩不结婚了 着急了 讨厌 做梦都想快点嫁给你 你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就做了个梦 我梦见咱俩结婚了 我梦见咱俩结婚了 来了可多可多人了 你不知道 那个场面大的 我好像还看见我爸 我妈了 我哥哥呀 我哥哥是把我抱到你面前的 我哥哥跟你说 把意境交给你 我特放心 你哥抱得都你吗 不 不过你哥真得放心 放心地把你交给我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真的 你不知道我这几年 有多不容易 其实我也常常做这样的梦 而且我梦里吧 每次结婚的那个人 都是你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喜欢你 一见钟情 我也是 所以我特别感谢素素 我还感谢 感谢那场大雨 那我也得感谢素素 除了感谢素素呢 我还得感谢你爸妈 感谢你爸妈生了个 这么好的女儿 然后让她做了我的新娘子 太酸了 咱俩不能这么酸 快快快快 你没事儿了吧 没事儿了是不是 咱们赶紧回去 咱们回去看看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你要是输了 你还是得希望 走快 你们回来了 奶奶 妈 妈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这是给新郎新娘做被子 我穿上 这婚纱都拿来了 婚纱礼服都都拿回来 快让我们大伙看一看 要不进我屋穿上给奶奶 姥姥妈看看 快去快去 就是是给我看一看 好 左边那个门啊别走错了 让我们先薄薄眼福 让您看让您看 来我给我给您把多穿点 多穿点线 好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我们下转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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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